這次婚救在一號暗時接到民眾報案 說在第16山上有一台白色的轎車自己去撞到給人 健康報告現場發現 但生家屬傲心傲心 還發現在背包裡面 經前有一大包的毒品卡他命 健康懷疑它是準備買毒品 所以就將其大過婚救來進班 而且也按照違反毒品控制 和公共危險頂頂的罪名 以上南道地檢視 這人有勇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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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懷疑到保安 就來到第16山11公里處 小客車主攔給人的地點 反正看到家屬沒有受傷 想問他是不是可以自行漏車 水後也將他非常救護車 這是當時竟然看他共心和共心 真心狀況怪怪 因此懷疑他有吃到 這人有勇敢嗎 這頭有勇敢嗎 經過我們同仁到達現場後發現 該名駕駛於鼻子處 有白色的粉末 而且該原神情緩乎 所以應該是稀石後才開始駕車 而且在那個身上 在他的身上也隨身取出他那個 K盤 在稀石使用的那個 他們的K盤 警方不但懷疑他吃到 要懷疑他身上也應該有創造 因此要求這名家屬 交代身上所在的部品 後來是在他的皮包來 發現創有一個大包 八百多公司的獨片 K盤 這麼多數量 讓警方也嚇一跳 後來他就自己打開這個黑色的塑膠袋 我們同仁發現裡面 有一大包的那個K他命 阿金後來 把它盤查 然後整個依現行犯 把它帶反鎖偵辦 所以懷疑他這個有可能 他有可能是有涉嫌 來那個販毒的情形 阿因為他只供稱 這些是他個人在吸食的 阿因為個人吸食的量 不可能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能朝向 這個販毒的那個方向來偵辦 警方懷疑等身家屬準備環島 到中央暗角就聘風桌 跟公共危險頂罪名 二三地檢測進班 這次警方救也強調 這倒是害人也害自己 讓鄉親會當最會來風桌 消失了